好了,讲完这个之后,我们就讲回郑州了。 我在过去两天,我已经讲过, 郑州那个我完全不否认这个是一个天灾, 而且是一个特大降雨量的天灾。 这个从数据、从科学等等, 没有人否定它不是一个天灾来的。 但是问题是否将所有东西都卸在天灾那裡呢? 这个我过去已经讲了两次,所以我不重复, 我只不过是想跟进现在处理郑州的灾情, 河南的灾情,仍然有些事情是在心裡不讲, 我讲定不抹黑,而我讲我是反映了国内, 包括一些官员自己本身的心裡面的抑鬱, 因为他觉得责任不应该是他负的, 只不过是因为中国整个政治的大环境, 令到这些责任全部向下射, 高层决策者的责任是少的。 好了,为什麽我这样讲呢? 好了,我先引用公开的资料, 好了,大家看到郑州的洩洪, 其中一个洩洪的水坝,常庄水库, 有负责人,其中一个是总工程师, 律旭敏,律子的律。 另外,在那裡的水库的党支部书记赵润秀, 有名有姓的, 他们觉得现在被人骂, 说他泄雄不对。 他们从科学和上级的指示, 因为上级讲到重大水利工程要确保不要有损失, 这个是上级的政策。 好了,如果从科学的角度, 那些洪水已经射出来, 如果还不排红的话, 堤罢可能会堤,到时那个损害更大。 所以他们按照程序去排红、洩洪, 现在就被人骂了。 必须要讲清楚, 现在大家骂的那个不是骂他泄雄, 而是骂他,不是骂他, 是骂那个泄雄之前, 是没有一个正式通知, 通知下游、通知郑州的市民, 大家指责是这方面而已。 但是在整个这样的氛围, 自然骂泄雄, 跟着中间的程序大家都不管了, 所以刚才讲的两位负责人, 栗玉敏和赵润秀呢? 不行了,有记者问他,他都要讲出来了。 好了,听听他们怎样解释, 他们就说,他们已经按照防信预案, 即是事前发生什麽情况, 有了安排的, 他们已经完全按照程序来做, 知道那个信情是险要的, 水库可能是会有问题的, 是必须要泄雄的, 而且他讲到明了,按科学, 这个是唯一的选择, 他于是都按程序向水利厅上报了, 好了,水利厅收到, 水利厅同样是按照那个程序, 就是说,经水利厅专家研究判断, 包括你说去现场, 包括按报上来的水流量等等, 作出专家的研判, 再经过省,即是河南省的防信指挥部, 下达一个涉红, 程序全部都做了, 因为到最后决定不可以单单由水库自己决定, 也层层上报又有外来的专家, 省级的专家都看到了,是吧? 结果这样都被人骂, 他们觉得真是担心担肺了, 于是讲了这样。 好了,跟着带出来的问题, 就是开始大家可能骂错了, 跟着各方面为了不要再出事, 你说去未雨绸谋也好, 你说防坏未营也好, 你说避免背锅而及早卸锅也好, 好,跟着有些事件要跟大家讲, 好了,远一点凌波去到浙江, 这是近海,现在不是有一个大风去到的,是吧? 好了,这一个凌波今次看见郑州那裡这样, 于是马上作出反应了, 反应就是都会有大水的, 可能会水浸的, 都不如将一些车或司机, 它自己本身就把我开去天桥, 天桥高价的,是吧? 那便不会浸, 或者当时不会好像在隧道那样冲了去, 于是官方又觉得没问题, OK,它没有赶到, 就留一条通道, 如果你要走的话就走, 走的话就走。 跟着浙江的省长, 郑珊杰,有名有姓的, 他就说他可能看见郑州那边, 要层层下达命令, 然后层层上报, 好像当年武汉发生过疫情, 他们就由医院通知武汉市的卫健委, 再由卫健委通知省的卫健委, 跟着获得确认, 跟着再上部中央卫健委, 再去到国家的疾控防御中心, 跟着再去政治层次, 去到政治局, 中间一层层, 郑州这次又说按照程序, 你不要将这锅射给我, 于是浙江那裡马上就具体讲到明, 用它的原话, 它说不能层层等命令, 即是把波又塞回去, 但是中国的官场如果没有上级的指示, 而突然间自己作了一个决定的时候, 这个决定是否对, 是要以后验证的, 以后验证是两方的验证, 就是一个效果的验证, 你作这个决策是有利于当时的形势, 还是没有利呢? 另外一个是一个政治判断, 有些人碰开有些官员为什麽你没有经过程序, 你自己做, 这是一个政治风险, 你不能够说我又讲了不要等不能等, 不能层层等命令, 你自己要做决定, 你不能够一句说话, 那下面就会懂得做,是吧? 因为这个官场的集气是长期形成的, 那变成了我不是说现在这个郑珊杰游舍, 他都尽了一个灵活性, 你见我们去评论的时候, 我们用条块分割法, 一条一块分清楚, 他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就真的要看具体情况, 下面如果说还是文毒主义的, 就是有文件我才做的, 到时大家就是检视的效果了,是吧? 好了,去到这裡的时候来讲, 我们又看看浙江省委, 今次对于这个峰, 他又有他的指示, 省委书记袁家军, 他就落了一句order, 努力实现, 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 他这句话都有弹性的, 他努力实现, 如果真的出现了大规模的伤害, 到时再看看如果没有续绩的, 不可抗力的, 未必会追究的。 现在讲郑州、讲宁波这类情况, 其实就是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那个行政改革、行政权力的使用, 是否能够是有一个大家都能够容易掌握的标准呢? 而不是每一次都是由你的领导人, 讲那一刹那适用的说话, 而又给人一个感觉, 你说这一番说话的时候, 往往有卸责的可能,是吧? 这一个才是问题。 再看看郑州那裡, 现在大家救病的就是说, 你泄洪不要紧, 但你泄洪是没有通知的。 现在官方就说我有通知, 你看看,宣布泄洪的地方, 附近那些村民就及早疏散了, 但是现在大家说郑州那些没有, 那些水流到下去, 就是郑州承受了,是吧? 好了,还有一件事, 我都请教过一些水利专家, 这些都是国内很有名的专家来的, 我以前在北京采访, 跟着不是驻京了, 仍然有机会在国内周围采访的时候, 我都不断请教那些专家, 今时今日我们都经常在电话上去请教他们, 他们教识我一件事, 就是泄洪是要的, 不过泄洪原来是有两点, 是外面一般人很少留意的, 第一,你向哪一方面泄洪, 当然你的水带已经固定了, 你流到下游的地方, 这个去向已经定了, 但是原来泄洪你可以控制泄洪的方向, 怎样呢?不是决定在这裡的大坡, 而是决定你在下面, 有些位置已经可以事先整定一些支流, 那些支流可能去了一些无人地方, 是减少原本的支流向下游冲击的, 这些事先可以人为做的, 这些专家教我, 你看看,这个是作为记者事先, 或者去到现场你可以问的, 第二,就是究竟泄洪的时候, 那个泄洪决策者想的思维究竟是怎样, 究竟是保护厂矿企业, 还是保护市民民居, 这个有一个不同的思维方向来的, 如果你说按大家共识, 外国都是这样的, 可能是先保护厂矿企业的, 因为厂矿企业是嫌走的, 而且厂矿企业一受损, 那个影响就很大了, 生产以后的就业等等, 如果你说泄洪, 两者,一个是厂矿企业,一个是民居的, 很可能都是让洪水冲向民居, 因为民居的收服, 以致人民的疏散是容易的, 损失会减轻的, 外国都是这样的,老实说, 所以国内专家教我问这些问题, 而今次大家会看到, 最紧要是说郑州到今时今日, 我都看不到官方正式發出来的一个涉红通知, 只是有一个民间的讯息, 在10月20日上午10点半就正式示行, 是这样的。 好了,这裡出现我们大家要反思的问题, 我经常讲不可抗力的,我真的不会指责, 这个只是我们只能够去怨天天灾, 违禍万民,但是有些事情都要反省的, 第一,就是如果你现在按程序, 你走过了,是不是就等于没有责任呢? 是吧?你说我讲完了, 上面决定是怎样的,我不知道的, 我觉得如果在外国曾经出现过一个这样的事例, 就是我告诉了给上面听, 上面不知道, 所以他于是转弯灭角, 转弯灭角是透过其他的学者提出来, 2003年,广州发生了沙士, 后来香港有些专家, 当时发生了有传染病假,不知道是什麽事, 于是怎样呢? 于是他就回到香港讲, 在国内讲没有人理会? 回到香港讲, 香港于是再问国内, 国内就回答, 我肯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没有疫情。 但是这个程序, 你毕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是吧? 所以能够做到有多少防疫的工作呢? 大家努力做, 这个做了, 而跟着出现了大家都不想见的后果, 这个大家都不会责怪的,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一下, 当然我也不责怪水库的负责人, 因为在中国这样的环境裡面, 他们所受的是双重压力, 在外面我刚才讲过那种方法, 在中国近年来试过一次,是什麽呢? 就是在武汉爆發疫情之后, 层层去到国家的疾病防控中心, 当时的主任高福, 他已经上报了, 但是他无权公开这件事, 于是他用一个转弯的方法是怎样呢? 就是他用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 假如如果有疫情, 应该怎样做, 他完全无赶武汉的, 结果这件事内行的人就立刻在心裡想, 是否發生了什麽事呢? 结果高福后来没有被中央责怪,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 即使按程序,按规定办事, 但是大家多想一些自己的责任去到哪, 很可能有一些转弯抹角的位置, 是可以有走赞的,此其一。 第二件事,程序即使你都定下来, 关键是要灵活。 现在我们看到郑州那裡的水灾, 到现在是习近平下的重要指示了, 他这个重要指示就不会, 好像上次疫情那个, 何时作的重要指示,不知道。 今次是快的, 你看到是三华社等等作的指示, 具体指示是怎样呢? 又不清楚的。 好了,我们从各方面, 习近平的具体指示就是, 一定要抢救人命先, 不要有太多的死伤, 那他都以人为本了,是吧? 好了,现在问题就是, 你除了习近平讲的指示之外, 其他省委、省政府、市政府、市委, 做了什麽程序上面安排呢? 现在发觉就是,是呀, 很多程序都不见到有。 那你说事后会不会影响, 尤其是二十大的准备工作就来了, 二十大的中央委员, 一般都是省裡面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 好了,现在的河南省委书记, 是资光新军来的, 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影响它呢? 二十大裡面的位置呢? 大家还想一件事, 它说我六月才到任而已, 六月以前的任不关我事, 好了,即使被你讲过去了, 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前任的河南省委书记, 前任的杖州市的负责人, 接着以后会不会被追究先。 如果你是真正问责的, 应该问责他们的, 讲海绵城市, 当然他们的海绵城市是2020年都未达标的, 是在2018年开始做, 2020年希望达标是23点多的, 这是目标, 做不做到呢?现在是没有资料的,是吧? 所以,那个程序是怎样透明呢? 我的意思是你透明不一定等于你做到, 但是你要透明, 最低限度是否可以消除了部分的民怨, 大家都说原来是你事先做了的, 即使达不到全面抗灾的效果, 大家都感觉到官方你不是卸责, 你是努力的,是吧? 这是一个社会危机的处理来的, 我们完全不是抹黑的,是吧? 好了,第三样东西, 即使你按程序做上级都有责任的, 因为这个就是我上次所讲的, 中国的问责原来是基本上讲直接问责, 不讲间接问责的, 即是说领导人下了order, 省级领导人下了order, 我已经讲了,在你下面不懂灵活处理, 其实这个文化是牢牢地保护着中高层的官员, 也都是将责任向下射, 在下面的人怎麽服气呢? 这个是令到整个管理运作都有问题的, 所以从这裡来讲, 我亦都讲不是第一次發生, 大家记不记得山西煤矿? 山西煤矿经常有事, 省委不同界别的领导人都说, 我下了指示是要关闭的, 你关闭的是官方经营那时的矿场, 因为官方已经觉得无利可途了, 于是就关闭它, 但关闭完之后有些地方政府觉得, 还有少少煤矿可以开发给私人去开采, 于是那只手指一漏危机便出现, 你上面说我关闭了,我下了命令, 但到最后都是出事, 所以那个问责不是一个单纯是直接问责, 间接问责都是很重要的,是吧? 好了,这裡最后,这个不是我提出的, 最后提出是怎样呢? 就是讲河南、郑州, 大家会發觉今次与以前的水灾比较起来, 就会發觉习近平在这段时候去了西藏, 我经常都觉得我是从理解的角度, 日理万机,今次习近平去西藏, 除了去西藏和平、解放、 中央领导人直接去这个含义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是怎样呢? 习近平今次是他做了总书记之后, 再去西藏, 而这个行程就代表着, 习近平已经是在中国共产党管制的范围裡面, 所有省、市、区全部去了, 三十几个全部去了, 唯一一个未是共产党直接管制的台湾, 他去了, 而且我不相信他不知道河南那裡的灾情, 他仍然是以西藏的行程为主, 其实这个很有意味就是, 中国共产党管制的地方全部去了, 他是很有希望能够搭触台湾,是吧? 你说他是不是这样解读呢? 没有人知道是应该怎样解读的, 但是这个解读也不可以排除的,是吧? 所以大家就开始问了, 好了,习近平要管这麽多事情, 而现在这个你可以说是政府本身的工作, 习近平已经下了指示了, 好了,到今时今日, 我们看到河南省有很多指示下来了, 但是似乎国务院的指示就不是很多, 然后大家记得李克强,现在总理, 李克强是哪麽出声的? 他整个仕途起家, 就是从河南管着一个农业大省, 跟着又去了东北一个工业大省, 两个大省之后有成绩, 于是就提罪中央的。 对于河南现在的那个迅程, 它不可能是没有感觉的, 对郑州现在的情况, 它可能不可能是不知道的, 但是为什麽那个反应是被人感觉到 那麽离地的呢? 我不去估计任何原因, 只不过是国内,包括河南, 包括郑州的市民开始想一件事, 这个会不会是所谓根程序呢? 所谓根程序就是一些特大的灾害, 是要根据伤亡、影响程度、损失程度, 然后决定是由哪一级官员去的, 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 是有过这样的。 现在会不会是这些问题出事呢? 好了,再远一点去看的, 就是如果这个后来假如, 我只是讲假如而已, 又形成对李克强某种问责的话, 中间發生什麽事没有人知道的。 我相信这些不会涉及到什麽权力斗争, 因为是不需要斗的, 亦都无法斗的。是吧? 而习近平经常讲团结, 所以我不会从这个说, 是否内部权斗,我不从这些角度看的。 我只不过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个现象摆出来,你不去处理, 只会引起民间的各种猜测, 可能这些猜测是无谓的, 我都不想的。 所以我不是传谣,绝对不是传谣, 我只是想看见这些现象, 希望有关方面马上去理解、处理, 因为你的行动最紧要是 拉近官方与民间的距离,是吧? 这个才是要怎样去稳定善后, 不是卸责,不是说现在有些外国记者去到那裡, 马上就被人包围, 就等于我刚才说外国记者长期很爱中国的, 自己想办法留在那裡,学中文, 跟着又报道了很多对中国有利的东西, 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外国记者, 可能大家说BBC, 那个记者报道的那些东西是乱来的, 可能有些说话大家觉得他是造谣的, 所以我就说用条法分割法来分清楚, 关键是官方与民的理性去引导大家不要单一角度想问题, 是吧?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两个话题, 希望轻利除弊, 我经常讲有弊不要紧的, 我们本身有很多弊病的, 不断听人意见,不断去改进,是吧? 所以我们没有公权力的, 我们都敢要求自己有公权力的各级领导, 包括香港的领导, 你是不是自己都要深思? 好了,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